福祷核灾害 福祷核灾害 福祷核灾害后 留下的不但只是痛换拜雅 還有是要我們反思 是不是要繼續發展核電呢 日本早於80年代開始發展可再生能源 2011年311核事故之後更加快步伐 現時應用可再生能源的比率超過一成 是亞洲最高的國家之一 並計劃於2030年提升至24% 未來的目標是完全取代核能 我們香港一直依賴化石燃料和核能發電 而可再生能源的總發電量就不足百分之一 每個月的總結 面對全球氣候暖化 發展可再生能源是這個世紀重要的議題 可再生能源像風能、水能、太陽能 除了用之不盡,還可以減少碳排放 以及減低空氣裡的污染物 而在這麼多種可再生能源裡 我們香港人最熟悉的一定是太陽能 日本在全球太陽能使用率排名第三 而名古屋是日本發展太陽能比率 最高的城市之一 這個人口密度高於屯門的地方 是怎樣推動市民用太陽能的呢 你好… 2011年發生了核事故之後 大家都意識到萬一發生了意外 後果會很嚴重,所以很不安全 名古屋是日本全國日照時間排第五的城市 所以市政府就鼓吹市民用太陽能 它是永久性的能源 好處是取之不盡,用之不揭 安裝一千瓦的太陽能板 大概要35萬日元 而一般家庭大概就要用到4千瓦 安裝費就差不多要成140萬了 對於一般市民來說 價錢都挺高 因為安裝太陽能板的價錢都很高 所以一般市民初時都不很願意 安裝太陽能板 因為市政府想大家多些去用 所以就提供了一些資助 一千瓦的太陽能板 就有二萬五千元的資助 目的都是希望可以吸引多些市民 參與安裝太陽能板這個行動 在2012年 日本政府實施上網電價補貼制度 FIT 即是政府會以固定價格補貼 透過電力公司買入可在生能源 你好 這位指責婆婆 就是其中一個在FIT制度下的受惠者 婆婆,為什麼你要在家裡 裝太陽能板? 我們以前的家裡太舊了 所以我們就算是想 我們也裝不了太陽能板 那時候 家裡是用煤氣來開暖氣 煤氣是在石油中提取 如果過量使用就會供不應求 所以始終是有限的 但是太陽能是大自然的能源 是無限的 所以我就很想用太陽能 婆婆可以在這個顯示器 即時知道太陽能產生多少電 和賣給電力公司的電量 裝了太陽能板之後 產生出來的電 我們還可以賣給電力公司 你看看以前的電費單 我們以前每個月平均 要交兩萬多日圓電費 現在只交一萬日圓左右 所以用太陽能真的很好 太陽能板可以把太陽光轉成電能 我很喜歡的 有了政策推動 就越來越多市民用太陽能 一間間小屋都變成發電廠了 名古屋有一乘四的市民 已經或者準備選用太陽能 其餘的八乘六都是想用 但因為房子太舊 又或者坐下不適合 而未能夠安裝 我們香港一直面對土地短缺的問題 是否真的沒有地方建太陽能板 日本就證明給我們看 太陽能板不一定要建在土地上 這裡是千葉縣市縣市的一個遊樂場 裡面有一件事是全日本最大的 水上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 這個興建的水上太陽能光伏發電系統 完成後面積就有18萬平方米 大約相等於25個標準足球場這麼大 可以發出超過1600萬度電 給到差不多5000個家庭 即是香港一條公共屋邨的住戶 一年的總用電量 用這些乾淨的能源 就能夠減少到大約一萬一千噸的碳排放 在水上面建太陽能板 除了不會佔用土地 水的冷卻作用 還會令到發電率提高一成 而且太陽能板覆蓋在水面上 可以減少水分蒸發 水資源就不會那麼容易流失了 在以前,如果天氣不好 利用太陽能發電 它的效能就會直接受到天氣的影響 這幾年,儲電池的性能越來越好 如果將太陽能板和儲電池配合使用的話 就可以穩定供電 讓我們這裡的每個家庭使用了 參奈先生還跟我說 這個工程將會在2017年3月完工 而太陽能板至少可以用到30年以上 全日本大約有19萬個水塘 當中超過30個 就已經安裝了太陽能發電系統 分布在14個不同的縣市 這裡是冰府縣的嘉西市 市內大約有1000個水塘 當中有六個就裝有太陽能板電系統 太陽能發出的電 就是經過這些電纜送去發電廠 太陽能板可以覆蓋水面的面積 是以水塘的大小、水深和水質而衡量 但是就不會完全密鋪整個水面 以免陽光照射不到水 而影響水質 將大片的太陽能板浮在水塘裡 既可以提高發電效能 同時對水塘都有益處 我們的水上太陽能發電站 即是覆蓋了大概兩成的範圍 剩下的八成是可以讓陽光照射到的 對生態來說 我們是會盡量保護 少了陽光直射水塘 某程度上還有防止災害大量繁殖 而且還可以改善水質 在2013年, 香港中央政策組 一個研究報告指出 如果在可以蓋太陽能板的屋頂上 都安裝了的話 就可以產生大約一成的全港用電量 香港有17個水塘 如果都安裝太陽能板, 發電量豈不是更多? 那一瓶住, 中共太陽能板 無欠勞二生 一瓶住的湖 現在長長長長 這瓶住的湖 這瓶立咖啟哲 一瓶住的湖 這瓶住的湖 我們都已經了解敗 除了太陽能之外 香港還有甚麼資源 可以發展成可再生能源呢 吃剩的東西 我是不會做大浪費的 香港每天產生大約三千六百噸泉 除了用來堆肥 還不可以用來發電 南韓是廚餘回收率最高的國家 在仁川的首都圈堆田區裏 就有一間廚餘廢水發電廠 廚餘廢水透過驗養分解技術 提煉出甲丸 也就是天然氣的主要成分 這樣就可以用來發電了 在南韓這麼多的發電廠裏 只有我們這間廠 是可以發展到這項技術 因為亞洲和歐洲的文化不同 在歐洲很少有喝湯這種文化 廚餘廢水的數量相對也指得很少 所以他們很少發展這項技術 而且在亞洲要找大規模的技術 地方和人才去處理廚餘廢水 也是很困難 每天500噸廚餘廢 就由首都圈 即是仁川、京畿道和首爾 這三個地方運來這個發電廠 產生出來的電力 會給這間廠自己用 這樣就節省了40億韓環的電費了 至於家居固體廢物都可以拿來發電 這裡是2014年仁川亞運的馬術比賽場地 旁邊就已經有幾個堆田區和發電廠 有運動有堆田 這個首都圈堆田區大約有1600公頃 即是有2100個足球場這麼大 是現時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堆田區 每天處理14000噸由首都圈運來的垃圾 你們看到這一支支的館 就是用來收集堆田所產生出來的沼氣 總共有699個收集之後 就會送到發電廠作為發電之用 堆田區收集到的沼氣 會送到旁邊的發電廠作為燃料 這裡產生的電是會交給政府 再由一個共通的網絡 再給我們這個區的市民使用 每小時發電量有5000萬瓦 可以給到18萬個家庭使用 現時南韓的可載生能源發電比率 是6.5% 在缺乏天然資源的首爾市 除了廚餘和沼氣 市政府亦都大力推動太陽能的發展 扑成文是非政府組織 Energy Peace的理事 這個組織的主要工作 是營運太陽能發電站 而這間岩子亞利水淚水廠 就是其中一個項目 賣電收益的一半會用來幫助能源貧窮的人 我們是怎樣界定 什麼人屬於能源貧窮呢 每個人的平均收入 用在能源開支方面 是超過收入的一成 我們就叫做能源貧窮 在首爾市裡面 大約有13萬個家庭 在生活在能源貧窮線下 在南韓到了冬天的時候 會有停回氣的情況出現 突然之間失去了暖氣供應 對於老人家來說 這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失去了暖氣 甚至會有凍死人的情況發生 而另一半的賣電收益 會用來興建其他太陽能項目 目的是希望大家用多些潔淨能源 少些依賴核能 南韓的核能發電比率大約佔三成 國家還計劃在2029年 將核反應堆的數目 由現時的25個增加到35個 但是首爾市政府就發起了 減一間核電廠計劃 因為五年前日本的福島發生了核事故 令我們南韓意識到核災是後患無窮 會對我們的國家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對核電安全也非常重視 這個能源危機的問題 令我們發起了減少一間核電廠計劃 減少一間核電廠的意思 不許關閉一間核電廠 而是透過減少用電 靠節能和生產可再生能源相管齊下 令需求下降二百萬公噸油當量 即是相等於一間核電廠一年產生的流量 本來的目標是在2014年12月完成的 但是最後很幸運 早了半年就已經達到了 盛大谷是一個很成功的例子 因為它提升了市民省電的習慣 盛大谷是首爾市第一個能源自立區 類似的自立區已經有55個 成立能源自立區的目的 是以推廣開源節能的生活方式 令市民減少消耗能源 計劃實施了兩年 整個社區總共就省了接近一成的電力 從自己的生活開始 再擴展到社區 市民就是想政府知道 南韓是不需要建這麼多核電廠的 這些貼紙就表示這間是節能的商店 這間能源超市是社區組織 除了賣節能用品 還會向區內商戶和市民提供節能資訊 我想要這隻太陽能板 這隻挺好的,相當不錯 我想要兩塊 但是這隻太陽能板暫時賣光 金紹英是這間能源超市的負責人 他由一個普通的媽媽 變成區內的節能線區 在五年前 福島那裡發生了核事故 這件事帶給我們有很大的衝擊 於是我們就想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南韓的話 我們有甚麼方法去面對這場核事故呢 之後我們就開始省電運動 務求個個都可以省電 我們會燃加一些細微的生活習慣 看看可以怎樣做到改變 然後再把我們得到的答案 分享給其他人 為了鐵能 指紋自願放棄舒適的生活習慣 首爾市政府也有政策去鼓勵他們 一開始說要少用一點電 我們整家人聽到之後 都覺得很麻煩 我兒子和老公經常對我說 為何我要阻礙他們用電 在房間也要節省, 在廳也要節省 但是我和老公說 這樣是為了兒子 將來可以生活在乾淨的環境 後來他們慢慢就習慣了 現在還覺得 省電是理所當然的 酒爾推行的EcoMalage 是一個獎賞計劃 住戶需要連續六個月 減少用電一成 就可以獲得積分 積分可以用來買東西 又或者換節能用品 我就在EcoMalage用了十萬分 換了我手上這支LED燈了 在首爾市這裡 平均每十個人 就有三個已經參加了EcoMalage 這個計劃提高了首爾市民省電的習慣 令到更加多人參與節能 減少耗電 完成了減一間核電廠計劃之後 隨著開源節能的方向 首爾市政府展開減兩間核電廠計劃 目標在2020年完成 可在生能源雖然是用之不盡 不過供應不穩定 下一集我會去丹麥 和大家找解決的方法 呢 這個計劃最好的 著名可以做成功 這一圈 二圈 一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